那個檔案的讀取 其實底下有一些相關說明 我大概把一些重點講一下 其實檔案的 開啟跟寫入 他基本上很簡單就open 然後把東西丟到f 你就是跑個回圈就把資料全部都 輸出了 太簡單了 那以後的話 當然還有 R的話是讀取 所以寫的話 其實寫非常簡單 你把它改W 然後比如說你有個字串 你要寫出去 幫你寫出去了 你想要跟他講檔案名稱 如果那個檔案名稱不存在的話 他就自己幫你建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以前是沒有那個檔案名稱 不行 以前的寫法是你要先建一個檔案 東西才能丟進去 那python是很聰明 他很友善是 沒有那個檔沒關係 我幫你先建 因為我知道你可能 還沒建 他有那種好像防呆的機制 OK 那如果你用 W就是寫出去 可是如果你一直W 他一直蓋過去 所以你原來檔 已經輸出一個東西 你在輸出 他就一直蓋一直蓋 一直蓋過去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複寫的話 你可以用A模式 A的話就是Append Append就串到後面去 所以後面有一題練習題 各位可以 在雲端上面 找一下有範例檔 範例檔這邊有個全省郵局的地址 有沒有 這個裡面的話實際上 就是 很多個TST檔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載 把它解壓縮出來 解壓縮出來之後的話 這邊會有個目錄 叫做什麼 全省郵局地址 然後裡面有25個檔案 每個檔案都有這麼多東西 如果我今天希望 請你幫我把25個檔案變成一個檔案合併在一起 這時候怎麼辦 你就變成你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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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自己 那當然浪費時間嘛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法 當然呢 如果你已經有個清單的話 你就是 讀一個開一個 讀一個開一個 然後怎麼樣 先讀 再寫 讀再寫 可是問題你現在還沒有學到那個什麼 OS.work 其實就是 VBA裡面DIR DIR就是一個一個檔幫你讀出來名稱 然後你再去把它開啟 開啟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寫出去 寫出去 不要用W 因為W會 會蓋 蓋過去 那你用A 他就append的進去 然後你就是 一直把它一個一個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方法很多 要不就怎麼樣 你可以 用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 CMD 假設我需要個清單的話 CMD就是 跳出這個命令提示資源 那DIR 各位應該會吧 DIR 這個 以前DOS底下 DIR會 Enter 對 這邊目錄就出來了 那 如果你要把這個目錄輸出成一個文字檔 DIR DIR 空一格 一個大於 空一格 然後呢 你給他一個什麼呢 DIR 點TST Enter一下會怎麼樣 特別說很好玩喔 Enter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建一個DIR 的目錄出來 不過 好像有個問題 他還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記得好像 如果你還要再把它 剛剛那個命令提示還在 你可以 再多增加一點點 就是DIR 斜線問號 斜線問號指的是裡面有什麼參數 如果我只要什麼 我只要精簡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 精簡的話好像是 S吧 是不是 我有點忘記 B B有沒有 單純格式 就是不要有其他東西 所以再一次 DIR 如果我要單純格式 斜線B 空一格 然後一個 箭頭 輸出的意思 輸出成一個DIR.TST Enter一下 這時候把它打開看一下 會不會這個檔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發現 太奇妙了 全部DIR 如果你有這個東西的話 接下來你可以用什麼 Open Open它 讀到第1個 讀到第2個 讀到第3個 你的目錄就有了 OK 所以這也是一招吧 對不對 沒有人說 你很多程式 假設你 一定要非等到你完全學完之後才能用嗎 不一定吧 OK 所以 這個也是 一個方法 所以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假如說有這個東西 那請你怎麼樣 利用這個 這一個 不過我建議 你把它 就是檔案全部合併 也許 這個提供給你 如果你 有這個 然後你把 除了第1個以外 在底下開啟 合併起來 檔案名稱可以叫O 那我需要什麼 跑個回圈 開檔 然後 存檔就是用A模式 Append Append OK 也許可以想想看 當然 這後面我有另外一個用OS.work 的 那個範例 後面還會講到 不過我只是提一個方向 如果這些你都可以搞定的話 我跟你講以後很多問題都變成簡單了 OK 而且方法真的不要是唯一的 像我們做事情 絕對不能只有一招 像剛剛提到那個 直接在這邊輸入CMD 意思就是說 他就自動會幫我把那個路徑 開到這邊來了 就是 D冒線 有沒有 我就可以直接下指令 裡面有哪一些指令 我建議你也可以好好學 這個其實還蠻好 這以前寫P字檔 真的超好用的 你打個help 裡面就有所有的指令 而且這個help裡面的指令 就是 那個python也可以呼叫 也可以呼叫 OS裡面有一個 System 就是可以呼叫這個P字檔 所以以前我們很習慣寫P字檔的 你也可以寫一個P字檔 用OS.System去呼叫 P字檔 事情也可以搞定 所以花樣很多啦 只是說不一定 每個東西網路上都有分享 OK 所以 這部分的話提供我剛剛是用DIR那個指令 還記得吧 DIR 斜線 B 劍頭 DIR 點TST 這樣就OK了 這招其實我建議還蠻可以學起來的 為什麼因為你學起來以後 真的很多幕 以後你要自己 把那個裡面的目錄 產生文字檔就很快 OK 好 那 待會的話 我們要再做個變化題 範例檔裡面 比如說有 隨便找一個 假如說我要把邏輯函數好了 當你下載的時候 假設這個東西 我要把它讀到什麼 讀到那個派輯裡面的話 下載格式請你先用CSV 因為我們Excel還沒講到 所以我們用CSV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檔案 下載成CSV 那CSV實際上 當然它第一個 是相容於Excel 所以你把它點兩下 開起來的話 他理論上 會直接呼叫Excel 可是會有個問題 因為是 那個Google的 他是微軟的 所以亂碼 如果你不要亂碼怎麼辦 按右鍵 可以用什麼呢 開啟檔案 可以用記事本開 不過我是建議以後你們可以裝一個叫Nordbit++ 那個非常重要 以後格式才看得到裡面的一些字緣 你把它怎麼樣 開起來之後 另存新檔 只要把UTF8改 NSI 儲存之後 你在 因為以前 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我的Excel是亂碼 打開 你會發現 恢復正常 OK 那請各位就是 1 把這個CSV 的檔案 在哪裡讀取 在Python裡面把它讀取 所以1請你下載那個網路上的範例檔 然後2的話呢 開啟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CSV 其實CSV本身 也是文字檔 所以其實說真的只有副檔員不一樣 其他 都 一模一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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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